接着政代表秀吉萨弗洛针对赤资4000多万元批建完成的玉城部落聚会所 建筑空间与设施设计规划不当 痛批设施也进一步的质询 认为政公所重大疏忽 要求追究行政责任 已经批建验收完成的玉城部落聚会所 不论是设置在聚会所正中央的公厕 一旁的志宏池还是跳舞场高低落差大 资灾草木等等 正代表秀吉萨弗洛针对通批 方方面面都是脑残设计 再继续大家仔细看 脑残的设计 秀朵秀朵 设计成这样 好 它有泄洪池 它那个泄洪 你们所谓满在往哪里流啊 就叮蛋 有泄洪池应该它引流 它引流要到水过来 它引流到哪去 它大陆都有50公温 50公温森 有差不多近30公尺 我一步一步进两 差不多有无命款 再来 你看 车子可以进去停 那个是马路 它的账油 上面是马路 它车子可以进去停 不是已经验收了吗 怎么可以让车子停呢 赤资4000多万元 批建完成的 育成部落聚会所 建筑空间与设计规划不当 部落族人无法使用 正公所也未善尽管理之责 部分设施设备也遭破坏 秀吉萨布洛痛批 错误的建设比贪污还要可恶 认为正公所重大疏失 进一步咨询要求追究行政责任 9年正代资历的秀吉萨布洛 也就大鱼垒球场杂草重生 传统市场精管问题重重 车站前停车场 围管不张 市区交通乱象等等 成年老案 种种成年老案 至今仍未有效的改善与进步 秀吉萨布洛无奈长探 玉里镇公所加油好吗 记者是玉兰 玉里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